- 歡迎收看 接下來收看的是灘烂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館宗祥 灘烂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經營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上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節目 能讓大家更瞭解在一個社會衝突背後 我們看到的一個更重要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要只有在看到 不斷的吵吵鬧鬧 或者是不斷的在衝突 每一個衝突它都有它的意義 以及它背後的原因 那我們到最陣子 大概最重要的一個社會議題之一 除了我們長期關心的7天假 另外大概就是我今天當中 其實討論過很多次的同婚議題 在同婚的議題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似乎是劍拔怒章 前兩天雖然有開始有些公聽會 可是還常常會留一種各說各話 不過很特別的是 在一般的這種分類當中 會把互加盟或是所謂的反同的團體 會跟基督徒去畫上等號 但是其實在基督徒內部 也是非常非常多樣 並且是複雜的 在一場公聽會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長老教會的資深的牧師 陳南舟牧師 以及這個陳思豪牧師 也提出了有別於很多 或是部分基督徒 反同基督徒的一些見解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就要邀請到了這個陳思豪牧師 來跟我們談 怎麼樣從信仰的角度 或是聖經的角度 怎麼去看公共參與 怎麼去看同志的這個議題 陳牧師你好 你好 陳牧師我想先請教 其實我們常常會把特別是在 這個所謂的反同的統治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牧師站出來 300位牧師的這個連署 甚至也包括遊說 甚至在這個所謂的反同的場合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詩歌 唱這個聖經的詩歌 或者是看到很多在教會裡面的這個吹號角啊等等 一般在教會裡面的形式 所以大家很容易把它跟基督徒這個連結起來 可是我先講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我覺得其實大概三年前 這個正義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基督徒當然有一部分是反對統治婚姻 可是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全部 因為不管是在人數上面 或者就我的了解 他恐怕是一部分 那當然這一部分可是相當多數的一部分 我前兩天在課堂上面 也問了大一的同學說 你為你支持修民法972嗎 那其實大部分年輕的人都是支持的 可是全班大概六十幾個同學當中 只有四個是反對的 然後這四個反對當中 其實有很多各自不同的理由 那包括他可能是傳統的價值 包括甚至有人覺得是為了生物的繁衍 那不管是什麼理由 這些理由當中 沒有一個人是跟他宗教信仰式有關 甚至他可能也都不是基督徒 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基督徒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是這麼的積極 然後這麼的站在前面 那這跟他的信仰的價值 或是跟他的焦慮感 某種的焦慮感 或是跟甚至是所謂的優越感 有沒有任何的關係呢 就我的觀察我認為是有的 就是說當基督徒他很直接的 去看聖經字面的意思的時候 他真的會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上帝是不喜悅的 同性結合或是同性戀 那基督徒會直接把這個結論 就應用到這個事件上面 就是說他會認為他要反同婚 他要阻止他們 就是同性戀者他們有結婚的權利 所以我的觀察我認為基督徒在面對這個事件 幾乎是在打一場盛戰 他認為他是以上帝之名 他在做一個維護 維護基督教也好 維護世界的一個很神聖的一個舉動 所以會非常激烈 而且會覺得很有正當性這樣子 所以聖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理解 或是怎麼樣去記載這個同性婚姻 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在聖經裡面 其實他也存在了不同的詮釋 包括同志神學 就同志他本身都還有一個神學的系統 或是神學的解釋 在聖經裡面他到底是怎麼談 為什麼很多的基督徒會有覺得說 這個聖經裡面就是反對同志 就我一個牧師 我在詮釋聖經來看 如果我們真的是照字面 沒有太多的思維或詮釋的話 真的這個結論是很簡單的 就是上帝是反對同心結合的 可是我認為這個 我常常在提醒我的會友們 才提醒基督徒 在讀聖經的時候 不可以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定得去問那為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聖經上所列的各種罪 罪行 其實我們都講得出為什麼它是罪 比如說實踐裡面說不可殺人 我們都可以理解為什麼殺人是罪 偷竊是罪 作假戒是罪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可是基督去想一下好了 為什麼同性結合是罪 我相信不太多的人講得出為什麼 只能說聖經怎麼寫 那就代表說聖經在論述這個同性結合是罪 其實是模糊的 這個議題來講是模糊的 然後我們如果看四福一耶穌的教導 根本就沒有提到同性結合的概念 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一直不願意相信這個是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東西 它應該是很邊緣很不重要的一個議題 結果現在就變成基督徒裡面心中最核心的議題 很多基督徒從來沒有為社會上任何的議題或事件 沒站出來過 可是都在這個事件跑出來 我覺得基督徒真的是抓錯議題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更具體的聖經的例子好了 很多的反同的基督徒會談這個 索多瑪爾摩拉的這個例子 被降下火 然後被這個燒毀 那他就覺得這其實裡面的一個原因之一 就是所謂的同性 就是男跟男之間的這種所謂的 寧可羞恥的事等等之類的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經節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呢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對很多基督徒來講我就看聖經 我就看到了這個字眼 我就是這樣子理解有什麼不對嗎 是 以所多瑪爾摩拉的例子來看 其實你要去解釋那段經文 更明顯的是強暴 不是同性性行為的問題 其實基督徒在看性這個事情的話 應該去抓到摩西傳統 耶穌傳統跟保羅傳統 都在講婚姻的時候 都一段經文都是說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應該去抓到這個 這段經文的原則跟精神是什麼 這段經文裡面有兩個元素 就是一對一 二人成為一體 另外一個元素就是男對女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上帝對婚姻的設計是一對一 男對女 可是不能停在這裡 不能停在這裡 還去思考說 一對一的重要性是什麼 男對女的重要性是什麼 在我的解釋裡面 一對一是比較有道德性的意涵在裡面的 因為上帝自己把自己跟以色列族群也是用婚姻的概念在陳述 每一次每當以色列人在拜偶像其他的神明的時候 就被描述成奸淫亂 所以超過一對一的關係 這個是上帝所不允許的 不管是他跟以色 他跟他的感性還是婚姻裡面 那男對女的這個元素的重要性在哪裡 在我來看就是翻眼後代 它比較不是道德性的約束 我不想表達清楚 就是說這兩個元素裡面一個是一對一 婚姻是一對一 一個是男對女 在我來看一對一是勝過 勝過男對女 那我不是說男對女不重要 我說男對女的重要性是在翻眼後代 所以我這樣在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再回去看所有對同性結合聖經裡面的論述 其實是我認為他在罵的 經文在罵的比較是淫亂的部分 是超過一對一的關係的部分 比較沒有去 聖經根本沒有去處理到說 如果現在有餘對同性戀 他們是一對一 然後要忠貞於對方 然後相守一世 我相信聖經完全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我認為聖經是把同性結合放在淫亂的氛圍去理解 就是說一對多或是多對多 這是我個人的詮釋 基本上來講這可能會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到底我們怎麼去理解聖經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對聖經有這樣的理解 怎麼樣去做社會實踐 不管這個理解是從不同意同性婚姻這件事情 這部分我們待會我們會再繼續來談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要先再請教牧師說 其實你一開始是反對同志婚姻的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心路歷程 或是什麼樣的因素 是你對聖經的理解改變了嗎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生活經驗 讓你反而是在於這個所謂同志婚姻的合法化問題 會站在前面來去維護這樣的必要的權利呢 我如果回想的話應該是1995年 1995年我那時候還在美國讀書 我那時候真的是非常反同的基督徒 我就是從聖經各種的論述我都非常反同 我甚至也會跟同性戀者說 你只要不發生性行為你仍然是OK的 上帝是不會把你當作罪人的 我直接跟他們這樣講 很白目的一點 好 那是什麼樣的事件或是情境 改變 慢慢改變我的想法 就是很簡單 就是認識 就是認識同性戀的朋友 我有認識一對白人的couple 他們就是同性戀 然後生活在一起 我成為他們的朋友 我觀察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舉止 他們在生活上的各面向 他們還是基督徒 我真的看不出來 有任何 怎麼說 就是各面向表現得都很好 我沒有辦法責備他們任何事情 我只能說 你們是同性戀 當你親自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有跟這樣的人有連結 這些人是你在意的人 然後你知道他們的想法 你知道他們做法的時候 你開始會對 我開始會對我原本的堅持 產生一些鬆動跟動搖 我就會想回頭看聖經到底真的怎麼寫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1995、1996年的時候 我認識了同性戀的朋友以後 我開始對這個事情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一直到回到台灣 98年回台灣 然後我2000年 2001年才去讀神學 才進神學院 台灣神學院 那台灣神學院 在那個時代的台灣神學院 老師們神學立場的光譜是很寬的 從極左到極右都有 所以可以去接收到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整個神學對概念的轉變 應該是那邊才開始的 那之前 我心裡面個人對同性戀者 所厭惡也好 所抗拒也好的那個心態 是從認識同性戀的朋友開始轉變 那這也是經過了好幾年 也是經過了六七年 七八年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 我募會了以後 我在帶大學生以後 這一方面就越來越偏 不是偏 越轉移到我現在會挺同 會跟同志的主權站在一起 跟他們一起爭取他們的權利 就越來越穩固 越來越穩固 包括我剛剛對經文的解釋 也是這段時間發展出來的 這邊其實蠻有意思的 如果從陳牧師的經驗來看 應該是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你曾經長時間的 去接觸到同志的團體 然後可以在觀察他們 理解他們 甚至在感受他們 另外一個是在你的神學信仰 在神學教育當中 事實上你遇到了不同的 所謂的神學院的老師 也讓你在神學的知識上面 或是所謂的神學的聖經的詮釋上面 會有一些不同的這種理解 那這個其實說實在是要時間的 就是說需要經驗 需要時間 需要知識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出來 反同的基督徒 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時間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是不是有這樣的知識呢 我覺得這其實會不會是很多出來 就覺得說這個同志什麼什麼 覺得不太OK的這些原因 是 是 光老師你講對了 這個時間是需要的 絕對時間是需要的 我在1117吧 11月17號 哪一個牌子站在這些反對同心的 基督徒的前面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他們 我只是看到我自己 就是我看到20年前的自己 如果那時候有這樣的集會遊行 我一定是跟他們站在一起 我一定也是很激烈 一定也是咒罵那些所謂就是同心念者 所以我心裡面看到這群我的弟兄姊妹 我心裡面只是感覺到很 有點淒涼 有一點悲哀 就是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 我知道他們不是有什麼想要傷害別人的心 就是那個概念 那個觀念根本沒有轉過來的話 他們認為在做的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所以他們做得非常的自然 而且非常的有正義的感覺在裡面 沒有說這需要時間 這真的需要時間 而且你需要跟他們 就是說同心念者要相處 你真的看到他們的痛 你看到他們的被歧視 你感受到他們的被孤立 被邊緣的話 你才會有 上帝才會幫你鋪一個 一個內心準備好 然後你去做一些改變 不然的話真的是很困難 真的是非常困難 如果這三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然對很多的基督徒而言 在他自己的這種所謂的教會裡面的教導 或是主日聽的道理裡面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基督教大概都會詮釋 聖經不太贊成所謂的統治行為 這在一盆的角色當中 對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基督教是一個相對之下 一個陸式的宗教 比很多的宗教比起來 那我們看到基督教很多的機構或是教會 他都會去愛他的靈社 甚至會去參與一些社會的工作 甚至是社會運動 那照理講這樣的一個教會的類型 宗教類型 他應該對社會有更多的接觸才對 那在時間上面或經驗上面 應該會有更豐富 可是為什麼他還會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接下來談說 為什麼基督徒會有這樣一種思維 然後怎麼樣去所謂的 從一個信仰的角度去介入社會 那這個是不對的嗎 或是如果是對的話 又應該如何介入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人載報新聞 12月3號是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身障團體不滿威服部 將這個紀念日當作 宣傳國家德政的工具 而不去檢討政策問題 在當天 身障團體就前往威服部前 丟尿部抗議 他們要求威服部正視身障者 每天在食衣住行 娛樂等各方面 所受到的阻礙 恢復相關權益 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均杰認為 國家喜歡在這個日子辦活動 頒獎表揚身障者 這天輪到身障者頒獎給衛服部 他們帶來了無法外出的夥伴們所帶來的禮物 尿部 一邊喊著口號制度不健全沒有自主權 一邊將尿部丟進衛服部 衛服部承諾一個月內會召集各部會代表 開會討論相關政策 抗議者表示 衛服部若沒有按照承諾 他們會再次發起抗議 勞基法修法 12月6號在立法院內立拼三讀通過 當天全台各地勞團從上午開始動員到立法院集結抗議 高升呼籲立委把七天假還給勞工 而當天晚上 民進黨立委是以人數優勢在立法院內表決 並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確定將實行一例一休 刪除國定七天假日 此舉引發青年勞團不滿 公斗青年產業後備軍號召十多名青年 凌晨突襲總統官邸 並在門口噴擊抗議 公斗青年產業後備軍吳俊錡表示 從街頭運動起家的民進黨 如今變成只會玩形式民主 欠他人民權益的資本進步黨 他也表示 砍架案通過並非結束 還有很多議題需要改革 他們將持續監督執政黨如何進行年金 長照約聘僱等勞權問題 在縣內擁有全台最大石化廠 台宿六清工業區的雲林縣政府 在去年公布雲林縣工商廠場 禁止使用深煤及石油膠自製條例 不過環保團體在12月9號到雲林縣政府抗議 認為縣長當初制定條例的魄力已經不在 而且燃燒深煤與石油膠 造成空氣品質惡化的狀況並沒有改變 他們要求縣長重新將自製條例送至中央核備 並努力將燃料逐步太換成天然氣等較乾淨的原料 而雲林縣環保局副局長張喬偉出面接受陳情表示 禁止使用深煤及石油膠自製條例 已經遭到中央駁回 縣府已經另外提出一套家延審查的標準 目前仍在議會審議中 雲科大教授林春強則反駁 禁止與家延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民間團體要求應該按照原自製條例的內容 再次送往中央核備 抗議群眾不滿副局長的說法 抗議過程中幾度衝進縣長辦公室 與警方爆發推起衝突 歡迎再次回到春暖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剛剛在大圓展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有關國際生障日的相關的報導 其實這是一個在台灣非常重要的議題 但是又是一個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議題 其實每一年台灣的生障團體 其實都有去在這個生障日的checkout 都會有不同的活動來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跟聲音喔 那包括公庫或是很多的媒體 包括公視在內 我們其實每一年都會去做相關的報導 那雖然這一次我們的政府已經喊出到 所謂的尊重差異跟公共參與 共同參與的這種口號 可是還是有30位的輪椅族的朋友 有一共大概50多位的朋友到這個 到這個政府的面前 政府就在面前去丟尿布 那我們相信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行動 因為絕大多數我們會常常說 從正常的角度來看 好像我們很多的東西都做好 可是更重要的是說 從怎麼樣從一個使用者或是弱勢者的角度 來去看待整個社會的公共設施 以及這個政府相關的制度 我們今天要再回到現場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陳思豪牧師 就是要來跟大家談 基督徒在這種所謂的同志的這個議題上面 他到底為什麼會去反對 以及基督徒的公共參與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相關的限制 陳牧師你好 你好 陳牧師其實我們在上次的公聽會當中 也看到您提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您提到說 這個信仰價值不應該帶到公共議題上面 你也舉到 你為了要去回應這300位牧師的這個連署 你也說這個佛教徒 法師他不太可能就站出來說 要規定這個全面去吃素 這個國家全面去吃素 對這樣說法 其實我有一些比較不同的看法 就是每一個人從事他的公共行動 都跟他背後的信仰價值 這個信仰價值不一定是宗教信仰 都有一些關聯性 就相信您之前包括關心熱身的議題 其實也絕對是跟你的信仰觸發 是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今天是一群這個佛教徒 他們覺得我覺得吃素是對人類是很好的 然後吃素應該也是不殺生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他為什麼不能夠去遊說 不能夠去立法呢 這不也是跟很多人覺得說環保議題 我是從一個環保環境神學 或是從一個生態保育的角度來講 我反對核電 這也是一種從一個信仰價值信念 然後去從事一種公共參與 那為什麼基督徒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一天我在公聽會上面講的那句話 真的是 如果是單就那句話來講是有語弊的 是不完整的一種一個論述 沒有錯 就是以那一天為例子 我作為一個牧師 我站在公聽會 我當然也是用我的信仰價值去實踐出來 帶到公共議題 不過那天講那句話的意思 如果放在它的脈絡裡面 包括我後面講的話 就是舉的那些例子的話 其實我的意思比較是說 基督徒不要去想要用政治力或是法律 來展現或是保護自己信仰裡面的一些倫理 而且這個倫理是如果是獨特的話 就是說當我們 而且放在法律裡面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規範到全部的人 那如果這個議題 你的這個倫理並不是大家的共識的時候 你卻要把它強加在大家身上 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 所以比如說剛剛廣老師你舉的例子 你說反核也好 你說環保也好 它已經有它的共識在了 就是今天即便不是基督徒 你即便不是用聖經的論據跟價值 其實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面對的 我們對抗的並不是 我們對抗的面對的比較是一個 比較世俗的代價 或是說比較是權力財團 whatever就是說 我們是面對那樣子的力量的壓迫 然後基督徒站在信仰價值去 去協助也好 去跟那個環保的 反核的人站在一起也好 這比較不像那天我在共聽會 要講的那個概念 那個概念是基督徒 我們有自己的信仰的價值 跟我們認為是對的倫理 倫理的架構 那這個東西真的不應該藉著法律 去加在跟我們不一樣的人身上 我比較要講的是那個概念 不過從一個現實上面 就是這些概念這些價值 他必須經過一些法律的程序 政治的過程 他才有可能實踐 先不管那個價值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 例如說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長老教會 在於所謂的台獨 這件事情是非常投入的 有一部分的牧者是非常投入的 甚至採用了民主運動 在台灣的民主運動當中 長老教會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在選舉的時候 也會去特別去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這不也是一種所謂的 透過政治力量 透過法律的方式 想要去實踐 某些牧者他認為的一些價值嗎 所以我個人在面對這些議題的時候 我會先去分辨弱勢者在哪裡 那既得利益者在哪裡 我真的會期待自己跟基督徒們 會盡量去跟弱勢者站在一起 盡量去挑戰那個當權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有時候他沒有辦法像刀切豆腐這樣子 一刀切下去就分得很清楚 可是我認為這是個方向 這是個方向 所以回到這個同婚平權議題來看 當基督徒在堅持他的信仰 他獨特倫理的時候 是不是有傷到弱勢者 是不是有傷到別人 這個就會變成我在去做分辨 去選擇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也就是說他到底這樣的一個行動 是為了他原有的價值 還是他其實更願意去站在這個弱勢者這一邊 也許不見的是支持 可是最起碼的傾聽或是同理是很重要 例如說我們聽在聖經裡面 他說連續人的人有福了 這個連續指的就是一種所謂的同理 是一種接近的這種概念 但如果是這樣 我又會覺得回到我們剛剛上一段 曾經最後提到的問題 就是基督徒其實相對之下 應該是一個很會同理的人 或者說相對之下 他是一個比較陸式的宗教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在聖經裡面 也會提到說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這個其實在聖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並不與哀哭的同哭 甚至會來責備哀哭的人 甚至會覺得哀哭的人 是一個壓迫者 是一種所謂的大權 你怎麼去看待這樣的現象 因為在基督徒的一般的概念裡面 什麼罪只要不管是什麼罪 你只要認罪悔改就OK了 這是基督徒的很清楚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同性戀者 就像我們上面講的 同性戀者他們的同性行為 到底是不是聖經所規範的罪 其實在我來講是模糊的 可是一般基督徒直接認定那是罪 好 那你同性結合 你同性戀是罪 沒有關係你們只要悔改 只要認罪就OK了 可是對同性戀者來講 他不認為他的同性結合是罪 所以他不會有悔改跟認罪的動作 所以當他沒有悔改跟認罪的動作的時候 基督徒就會認定你是一個頑梗的 是一個心應的不願意悔改 不願意悔轉的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非常強烈的 就跟同性戀者是佔對立的原因 之前我有聽過基督徒講過說 情緯會比同性戀好 情緯就是強暴很多女生那個人 他說情緯比同性戀好 因為情緯有悔改 同性戀不悔改 這個真的是很多基督徒的心聲 他們的想法 有些人即便不講出來 他們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即便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這群人想要尋求他們的結婚合法的 這群人是弱勢 可是基督徒會認為說 他們是不悔改的罪人 所以基督徒是比較困難跟他們站在一起的 基督徒真的很容易跟勞工 跟一些受壓迫者站在一起 可是跟同性戀者站在一起 會有一點障礙 因為他們是不悔改的罪人 所以在這個議題就顯得很複雜 那基督徒自己就變得有一點進退兩難 我要挺同性戀嗎 可是他們是罪人 他們做的行為是上帝所不喜悅 所以會變得一種就變得很尷尬去 這也就是說有一個很大的前提 這個前提當然它是不是成立在神學上面 還是有一些爭議的 或者說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它是不是罪 可是當然牧師的理解跟解釋 它並不是一個罪 至少聖經上面沒有明確地去談這件事情 更何況它談的是一個淫亂 但是不見得是這種所謂的同婚的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一旦被某些的基督徒 它確立之後 你要叫它去跟別人同理同心 其實相對之下是比較困難的 那如果這樣子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就一直就這樣在這邊了 我在看這個議題 我是清楚把它分成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聖經到底怎麼詮釋同性結合 這個神學上到底是怎麼詮釋 可是有另外一個面向 基督徒常常忽略掉的就是 今天假設我們有個共識了 全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接受 上帝是不喜悅同性結合的 好這是個共識 假設有這個共識 可是我們仍然要去處理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那這一群人就是同性戀者 他們在社會上的權利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就是說基督徒在這兩個面向中間 他沒有做出好的邏輯的思維 比較容易的想法是基督會認為說 既然上帝不喜悅他們 所以他們在社會上 不可以有在一起的權利 可是我認為我們一定要去搞清楚的就是 就好像拜偶像 拿香拜偶像這件事情 你可能在聖經裡面可以看到 這是上帝所不喜悅的 而且這是應該更清楚的 上帝所不喜悅 上帝不喜悅人拜偶像 可是在社會上我們是宗教自由的社會 那個拜偶像寄神明 這是絕對合法的 那基督徒要從這樣子的邏輯去思維 就是說 你就算認定在你的信仰裡面 這個同性結合是罪 上帝認為是罪 可是在社會上 這群人真的應該有他們的權利 而且要受到保護的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很多 我的弟兄姊妹 就是基督徒們轉不過去 他可以接受拜偶像是罪 可是在社會上拜偶像是他的權利 他可以接受 可是他沒有辦法轉換成說 同性結合是罪 可是同性戀者在社會上要有他的權利 他就接受不了 我不曉得 這是為什麼 我不曉得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那個文化經驗 那個社會經驗 這個拜偶像 可能他從小 就出生在所謂的拜偶像的家庭 或者這個社會大部分都是如此 所以他覺得 無以為意 對或接受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就是在於說 是一個法律的保障 因為拜拜祭司是不需要法律的保障 可是他就會變成一種法律的保障 這法律保障又會跟既有的價值產生衝突 不過這邊提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看起來是一個基督教基督徒把他的價值 擴散到這個所謂的整個社會 而這個整個社會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不是不行 而是在方法上面是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 太直接的沒有一些公共論述 我的公共論述是說 他會把教會的東西直接辦到社會裡面來 例如說 之前的美疆的這個議題事件 你會發現他講斷開魂階 斷開鎖鏈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是聽得懂的 可是別人是聽不懂 什麼叫斷開魂階 斷開鎖鏈 大家會覺得非常荒謬 可是美疆是被解取 放到一個公共領域當中 可是這次是不一樣 這次是基督徒 某些的基督徒 直接的站在公共領域當中 然後把教會的這個價值來跟社會大眾 我覺得也是在訴說 也是在溝通 可是他就產生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個讓他覺得非常荒謬 或是非常 甚至是一個有趣的這種現象 對 所以我認為台灣基督徒的群體 就是西洋群體 他對公共神學的設立跟經驗是少的 就是說 他已經從他的神學建構出他的理念了 然後在面對公共議題的時候 基督徒無法用一個公共理性 就是語會去讓非基督徒 讓社會可以聽懂你在講什麼 就是完全沒有做好對話的準備 直接把宗教的語會跟理念 直接就放在他的論述裡面跟人家對話 這是聽不懂的 而且會出問題 真的會出問題 就是說自己 基督徒自己應該先做個轉換 再做個轉換又再對話 可是基督徒現在的做法是直接拿他的信仰語言 再跟非基督徒對話 那這是會產生很大誤會的 真的是會產生很大誤會 剛剛講的是基督徒把自己的倫理價值 想要放在法律裡面加大大人接受 這是一個現象 另外一個現象是 這一次基督徒會這麼激烈的反抗的時候 是他們感受到他的生活習慣 他在社會上的一個所熟悉的 甚至說口號是為了下一代幸福的這種架構受到威脅 那在我的看法是 如果基督徒對上帝有信心 如果基督徒他意識到自己在社會 在世界上的責任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應該去顧念 憂慮這一塊 因為基督徒本來就是一個願意 準備好要受苦的群體 耶穌在約翰福音他離開之前 他跟他的門徒也是這麼講 你們會有苦難 可是你們不要憂慮 我已經勝過這個世界 基督徒到底他在思考什麼 他很害怕 台灣的基督徒很害怕 政治力或是法律對他不友善 我想是因為一直以來台灣的基督徒 都在一個非常安逸的環境下過日子 如果我們去想說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 是生活在政府對基督教不友善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有時候可能連聚會一下 連看聖經都是非常困難的 這種基督徒怎麼可能會想要用政治力 或是法律去限制別人的行為 限制別人的生活 在那種環境下的基督徒絕對不敢這麼想 可是在台灣的基督徒就覺得說蠻理所當然的 法律跟政治力是站在他自己這邊的 我覺得這是基督徒自己在社學上有一點偏差了 他會認為說我現在這個生活的 我所擁有的就是應該的 所以當同性戀者他們在爭取他們權利的時候 一定會影響到原本基督徒的 比如說對婚姻的看法 比如說對孩子的教育的堅持什麼 一定會有影響 可是基督徒到底有沒有一個概念 他會知道說他本來就是在這個世界 要成為一個受苦的群體 願意為了別人的好處 願意為了弱勢者的利益 然後縮限或是自我縮限或是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現在台灣的基督徒 我包括我我們現在真的需要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那麼在意自己基督徒的群體在社會上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不是走在宣揚福音的路上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於信仰它是生活出來的 信仰它是實踐出來的 信仰的傳播或是分享 不一定是要去別人強迫你 或者是有很多的方法去吸引別人 而是你自己能不能活出所謂的基督的樣式 在聖經裡面其實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最後想要講一件事 大概在三年前就有一些反同的一些牧者 就是一些比較領袖級的牧者 剛好有來跟我談 當時他就覺得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這個社會對於基督徒的支持的反同 這件事情是很不友善 然後我就問說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我那時候跟他們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不要忘成上帝的名 就是不要隨意的去詮釋自己的聖經 或是以父之名以上帝之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第二個我跟他們建議是要走入社會走入人群 我覺得你要去理解別人的想法是什麼 別人為什麼這樣子做 再來決定我們要贊成跟反對 以及該如何互動如何相處 那我也想在最後也是用這個東西 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一些基督徒朋友一起來分享 那今天非常謝謝陳牧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有機會很多再跟你請教相關的議題 謝謝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謝謝 不過 motivate 你們怎麼很不妙 我們才叫做 什麼 你怎麼能hov 劇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